半夜偷偷地跑掉 我听了之后很惋惜 如果他要是真正跟地牢法师一直跟下去 那他就是一代祖师 太虚法师他走的是新的道路 没有走传统道路 所以他开办佛学院就像我们一般修校一样 每天拍很多课程有好多老师来教 而不是一个人教 一个人教 你每天想的是一桩事情 真的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两个老师教就是两条路 三个老师教就是三叉路口 四个老师教就是十字街头 无所适从 这是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个经验 第一个中点上过问 还没消化 下个中点叫数学 这种教学的方法很难得真正的利益 都是学一些皮毛常识 说不懂懂得一点 说懂得真的不懂 所以我们就晓得中国过去教学法的书生 你比如同样 你这个一个学期 你学六门功课 六门功课实在讲的是 可以把它分作六个题词 一个学期大概有二十多个星期 你一门功课给他四个星期 四个星期上一门功 他学习的一定不相同 你比如说我第一个四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到第四个星期 中央门教过问 我把这一个学期的过问 是集中一起上 他听一个老师 他脑筋里的一天到晚 你想一张自己 第二个四个星期呢 教数学 我把它分开 请老师也简单的 只请一个老师 不要同时请很多 一个老师好照顾 真能收到小谷 所以我们从中国古时候教学的方法 体会到现在学校还是可以用这方法 修口其中 那我听说我们同学们在这个北京的时候也做过这个实业 这个小朋友学英语 把中学六个学期就三年 这个初中学这个英语 三年英语的时候四个月就完成了 而且学的效果的时候 比这个初中毕业生的效果高太多